好美啊 只要天地剑还有这样的青丝啊 生活就很可恶 大王鸡 入收只得换个称呼 入收将军 本来我也可以随阿念叫你一声表哥的 这里我也不和你客气了 小妖语气严肃 说出的话却很无赖 入收忍住想叫人拖他出去的冲动 笑脸相迎 王鸡 明知道大战在即 黑帝派我剿灭异军 不管是贡弓还是香柳 我都不能留他们性命的 你别紧张啊 我只问你何时打算进攻 我不问你攻击方法 我只问你时间 我也不会告诉别人 我听说你和香柳有个什么同命连心鼓 军机大事 入收不可能随便告诉别人 那是同命连心 不是我想什么他就知道 你告诉我他也听不到 你把鼓术想得太厉害了 小妖笑着叹气 入收又扫了一眼小妖头上的若木花 想到之前专需交代过 如果小妖来问 尽量回答 入收深吸一口气 吐出两个字 明日 小妖回礼 退出了营帐 却没有离开 而是在旁边医师们的营帐里 找了个地方安歇 入收也不管他 只是跟部下都交代好 善待西灵小姐 注意消息的保密 神农军营 贡公在营帐中慢慢品茶 这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好茶了 他依然能够像喝着上好的茶叶一样 津津有味 向柳 我猜他们明日就要强攻了 我们这里一手难攻 他们若想要我们出来 你猜他们打算如何 火攻 是啊 我虽能遇水 但抵挡不住他们人多 明日我带着小部队先撤退 引开他们 然后你再带着我们剩余的将士 往西北之地去 赤水风龙曾答应过我 即使我们战败 也会善待义军的后代 你也是 莫要硬拼 明日 我和轩辕之间的恩怨 便算是要结束了 好 一切全听义父安排 香柳低头硬 随后退出了营帐 第二日 入收兼壁青野 放火烧山 逼得贡公不得不撤出山林 路上都是轩辕的军队 不仅有入收的军队 离院的二十万大军也随时可以侧应 贡公只能率领军队逃往海上 入收早料到贡公只能逃往海上 早派了精通水战的渔江率领水兵把守 准备截杀贡公 本来计划万无一失 可像柳实在厉害 竟然带着一对死士 以若胜强 击退了渔江 为贡公开出一条血路 但入收 渔江一路紧追不放 一连追击了几日几夜 最后 终于在海外的一个荒岛上追上了贡公 入收大将军领兵将海岛重重包围 入收动用了上古神器设置阵法 渔江则带兵攻上了荒岛 和贡公展开激战 一切和小妖曾经听苗圃讲的一致 小妖召来天马 一路奔去 到荒岛的时候 战况惨烈 入收已下令万箭齐发 香柳假扮的贡公终于倒下 露出了九头妖神 大家才顿悟 这是香柳假扮了贡公 这时 入收的将士还想冲上去鞭尸 入收刚呵斥住他们 便看见一道绿色的身影飞奔上岛 是大王鸡 有将士认出了小妖 入收正要上前 只听一声凌厉充沛的吼叫 别过来 小妖飞身落到贡公身前 探他鼻息 已经没有一丝生气 小妖镇定异常 咬破舌尖用精血喂他 再输灵力给他 他用自己的心脏牵引着他 心里默念 香柳 你答应过我 你会留一条命 我来跟你要了 香柳并无半点声息 但只是从腰身的模样变成了人的模样 小妖带着他直接跳入了海中 小妖带向柳跳海了 听到入收派人带来的消息 专须觉得眼前一黑 虽然知道小妖肯定有其他办法 可听到这消息 心里依然痛得无以复加 专须吻了吻心神吩咐下去 去给爷爷和轩缘的师父报个消息 就说小妖去了自己想去之处 再去西陵家 让他们对外宣布 西陵九瑶病重过世 吴婚约吴子寺 葬在神农山的凤凰陵 另外 对外公布 神农义军已被清剿 相有身亡 贡功虽逃 如果他不再集结叛军 也不必再追究了 贡功军队的后裔 不得特殊待遇 与我大荒子明一世同仁 属下得了黑地的命令 退下了 专须坐在自己的王座上 大殿内只有侍女侍卫 自己终有一日成了孤家寡人 小妖带向柳跳海后 找到了她的大贝壳 那颗珍珠可以随时随着主人的心意 找到飘在海里的家 小妖把香柳放在榻上 咬破舌尖为她精血 之后 开始念长长的咒语 古王告诉她 母骨想要救子骨的时候 要九九八十一天持续精血喂养 虽然需要的量不大 但是对于母骨也是有点伤 需要每日运功一个时辰 但后面什么时候可以恢复 古王说还是要看子骨的人伤有多重 小妖给向柳喂完精血 自己又休养了一个时辰后 开始观察向柳的情况 她心跳跳得更加有力了 小妖悬着的心稍微落下来一点 她胸前挂着两个颈囊 一个是小妖送她装保密要完的 如今已经空了 小妖笑了笑 这次还算听劝 接着 她又看另一个颈囊 颈囊很精美 一看就材料上好 此刻正略略发着光 小妖仔细观察了下 瞬间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 颈囊后就是香柳的腰单 受了这么重的伤 她的腰单竟然完好 没有一丝损伤 腰单只要完好 就只要等她恢复意识就可以了 香柳的记忆停留在万箭穿心的那一刻 但他们不知道 其实她曾经无比盼望过这一天 可现在她有了小妖 有了牵挂 她又无比怕自己不会再有复活的一天 当开始听见有水声的时候 她只是恢复了听觉 知道自己复活的那一刻 内心是欣喜的 接着她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向柳 今天是我救你来这儿的第81天 精血疗伤已经结束了 你也有感觉了是不是 我感受到了你的开心 我也好开心 我们算是从这个死局中走了出来 以后都是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听她的声音有一些虚弱 又听她为自己精血 香柳很担心 却又有着丝丝的温暖流动在心间 小妖大概在海里无聊 也不知道这样叙叙叨叨多久了 香柳听她讲自己小时候和专需的事情 怎么遇到的老木 怎么收养了麻子串子 怎么把不孕不遇的医术发扬光大 然后小妖大概说累了 没有声音了 应该是睡着了 又过了几十天 香柳渐渐渐有了知觉 小妖已经把她和阿念之间的每一个小细节都讲给她听了 高兴的时候还会拍她的肩膀 抓她的手 等她累了的时候 她会自己窝到香柳怀里 她能感受到她身体带来的暖意 安稳又舒心 香柳 你是不是恢复了知觉 是不是很快就会醒 小妖趴在榻上 边玩香柳的手指 边聊天 你果然是九头妖 恢复都比我快那么多 可能那时候我灵力太弱了吧 我会一直老老实实等你醒来 你睁开眼肯定第一个看到我 我不会像你一样 我睁开眼就到处找你 可是你却连面都不露 让毛球那个臭鸟送我回神农山 小妖边抱怨边点着香柳的额头 还有 你什么时候扇了我的星星镜 一点念想都不给我留 但这次你不仅没有机会扇我镜子里的 你脸上九个头的傻样 我还记录了很多你沉睡时候的样子 香柳听着小妖的话 觉得好笑 连嘴角都翘了起来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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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